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 這句主日我們慶祝上年期第六主日 今天讀經的主題就是選擇 我們在生命和死亡面前 應該怎樣去做選擇 所以在讀經以提醒我們 就是天主給人智慧 不過人需要依靠著 不是單止自己的智慧 而是天主的智慧 天主的智慧是什麼呢? 就好像讀經二所說的 聖貝六中圖說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 人心所未想到的幸福 所以這個智慧 跟我們今時今日有權勢的人的智慧是很不同的 甚至乎他們會去到最後一些決定 將這個生命排除 去到最後生命之外有什麼呢? 就是死亡 所以今天天主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邀請 就是在生命和死亡的兩個選擇 我們會選誰呢? 我們要明白這個選擇 首先是要來自信仰我們和天主的關係 也都是說我們如何在倫理 在生活當中實踐出來 所以這個倫理是幫我們 在日常生活當中 使得我們能夠有一個方向 一個沒有信仰的倫理 去到最後會變成一種單單看外表 或者好像一種發尼賽人的主意 就是將信仰和倫理生活分開 所以耶穌在起福音當中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邀請 就是祂加深了起舊約法律的不足 就是說我們的倫理生活 我們選擇善 不是單單只是停留在外在的行為 而是我們的內心 所以好像十戒所說的 不可殺人 其實是進一步的邀請 天主希望我們有愛心 不要懷疑仇恨 憤怒對待其他人 不可奸任 不是單單只是男女之間 或者夫婦之間 再婚那些這樣的問題 而是我們內心那份的純結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就是我們認清這些因果的次序 這些因果的次序 在我們整個基督徒的信仰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不是想變成一個完美 沒有錯的人 我們不是靠完美的倫理生活 去得到救恩 不過如果我們使救恩更加完美的話 我們應該將這個更好的倫理要求活出來 使得我們整個人的生活 真是屬於天主的人成為聖人 不過不是靠我們自己 而是靠我們的信仰 靠我們和主的關係 就是要讓我們一起給此鼓勵 我們一起成聖 使得我們依靠著天主 能夠成為一個好人 一個善的人 天主本人